嗨 嗨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剑 欢迎观看 全面战争我你谢 海盗关卡通关 先说一下 我刚刚已经录过一遍了 剪辑视频的时候发现 有些地方没有画面 也就是说我录制视频的时候 中途不知道什么时候 录制软件出错了 导致画面没有录进去 也就是说 刚刚的素材白费了 一个多小时的素材呀 一个半小时呀 现在全部重来 那行吧 直接开始 现在肯定会很快 毕竟我全部都知道了 而且我现在口干舌燥 很累很累 不过没关系 为了让你们早日看到视频 毕竟我最近咽喉眼 已经拖了好几天了 对面全部都是水手 面对纯远程 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有个口诀 纯远程 就全部上狂战士 维京 狂战士 专制各种远程 行吧 游戏 结束 直接起飞 维京人是会飞的 我今天就不吼这么多了 毕竟我现在这个嗓子 也不是特别的好 众所周知 做up主 做久了 都会有一个毛病 就是慢心奄言 这慢心奄言 现在就基本上是两三个星期发作为此 这一发作就几乎疼得说不出话 所以说你们最近发现 红戒你怎么更新频率越来越低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最近一直在 治嗓子 吃各种中药 西药 各种各样的药 当然我最终的话呢 还是多吃中药 然后 调理一下身体 所以的话呢 最近基本上没有录什么视频 基本都在 调养生息 对面又是 木桶兵 还有手枪兵 水兵 这个水手兵 纯远程 那我们依然是 上一堆的狂战士 对了 这个视频我不一定会加字幕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实在非常非常的累 再加上要调养身体 没有时间去熬夜加字幕 白天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还有其他工作要忙 好 这一关也宣告结束了 我还是非常希望 我能早点把身体调养好 然后的话呢 我就可以多录视频了 这一关对面全部都是 这个叫什么兵来着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用绳子拉的嘛 我们只要 在他面前贴脸放箭视 我看他怎么拉 对吧 我就贴脸就把他消灭了 就完事了嘛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来 四个 好 游戏结束 非常的轻松 毕竟我是什么呢 战术大师 红剑红 对了 我要跟各位小伙伴们说一下 最近确实也是在跨季节嘛 秋冬之际 容易感冒 大家要 爱护身体 注意身体 如果快感冒了 记得喝一杯板蓝羹 如果说当天感觉 哎呀 衣服没穿好 突然冷了 也可以喝一杯板蓝羹 对身体 可能不一定能治疗你的感冒 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你第二天感冒 对吧 对面是 手雷兵 水手 还有啊 这个叫鱼插手 我想起来了啊 鱼插兵 那行吧 面对这种证实的话呢 依然 围巾解决啊 我觉得围巾基本上能解决海盗派系的 大部分关卡 可以这么说啊 能解决海盗派系的大部分关卡 看到没有 鱼插手瞬间干掉 他们血后的没了 那就还剩下 一个制雷兵 有比较大的威胁 但是制雷兵也没了 好 游戏结束 轻轻松松 哎哟 这一关对面是一个船长出现了啊 有一个比较厉害的角色了 还有两能炮 面对这种阵仗 我们首先还是围巾先起飞 只要对面远程多 那就 啊 用围巾 对不对 准没有错 先起飞 然后依然是狂战士跳出去 行了 游戏又结束了 非常轻松啊 我现在觉得全面战争模拟戏这个游戏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好 只要干掉船长 哎 没了 看到没有 还剩这么多兵 简直是饱和进攻啊 富裕的攻击 有 这一关你们退到船上了是吧 啊 行吧 一样 跳上去 来 两只鸟 三只鸟 四只鸟 五只鸟 六只鸟没有 那行吧 再来一只围巾战士 围巾狂战士 再来两个铁头娃 游戏结束 没有什么要说的 毕竟我已经玩过一遍了 我本来第一遍打的就挺顺的 一个半小时就打完了 第二遍的话 我估计 盲猜吧 其实我整体打起来也就半个小时 但是呢 我可能中间会像 比如说我这种时候在说话 就浪费一些时间 行吧 两门炮 四门炮 左右两边可以看出来 还是比较给力的 啊 那像这种地方的话呢 就三个剑是解决一个 鱼叉手 三个剑是解决一个鱼叉手 哎 四个也行 随便吧 反正我们的钱还是挺富裕的 剩下的远程 依然是用围巾狂战士 全部解决 好 搞他们 游戏又结束了 哎呦 我真的是战术大师红剑红 闭着眼睛就知道 游戏结束 哎哎哎 我的鱼叉手怎么还没有被干掉 不是 是他们的鱼叉手 怎么还没被干掉 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呢 啊 赶紧把这个鱼叉手干掉啊 哎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哎呦 低估了这个鱼叉手了 不过没有关系 该赢的还是要赢的啊 居然还用鱼叉抓我们的这个 特殊部位 我们士兵的神秘部位 真的是相当的过分了 啊 呦 这怎么回事啊 啊 里应外合中心开花 是不是 想得到没 首先 中间啊 围巾战士 哎 就给你们围住 中间的就基本上完全消灭了 接着是四周的炮啊 啊 也没有什么东西 对吧 一样 狂战士跳出去 对不对 狂战士 哎 啊 那行吧 我们先单独解决一边 再反手打另一边 游戏结束 我就不心里四能炮能怎么样 对不对 我这个兵 一个会跳 第二个那么散 对吧 我这一跳过去 他们不就没了吗 我看一下 还有多少个狂战士啊 好的好的 稳的稳的稳的 稳的啊 稳的 对 跳过去 直接干掉 瞬间秒杀 好 游戏结束 哎 这官方是不是放错了 啊 送了我们一个船长还行 船长叛变了 哈 啊 船长叛变了 我非常开心啊 既然船长叛变了 我们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 那基本上 啊 地面战争我们是赢了 那我们就 直接 围巾战士 凸脸 好 游戏又结束了 怎么这么轻松愉快呢 啊 这打到对面还送兵了 都害怕了 都 越来越简单 真的 我现在觉得 全面战争模拟戏 这个游戏 太简单了 啊 已经不像以前 刚开始出的时候 特别有难度 对不对 难度越来越低 对战术需求 就越来越少了 你看敌人都蠢到自己下水里面去了 啊 淹死一门 炮还行 再见 啊 真的是我越来越聪明 敌人越来越蠢 呀 海盗女皇 两个船长 对面这个战斗力 有点强悍的呀 让我来研究一下 哎 这个我一时间 还真想不出来怎么弄 虽然说我刚刚已经通了 但是我突然脑子 脑瓜子就卡住了 啊 我懂了 排队枪毙嘛 啊 对不对 两边排队枪毙 大人时代没变 相信我 大人时代没变 时代变得还早着呢 开枪 呀 女皇你到底要去哪边啊 啊 好 把这个船长 竖枪 哎哎哎哎哎哎 谁开的枪 是不是自己人啊 哎呦 真的是 我都喊不出来了 还要让我这么气愤 啊 好船长干掉 还剩一个女皇 哎 这个女皇 这个女皇好像有点坏我好事啊 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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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呀 没关系 女皇待会走过来还需要一定时间 你说是吧 哎那边怎么被解决掉了 干掉女皇 出大问题 大人时代真的没变 没想到时代真的没变 这个是游戏偶尔会出现这样小小的事物啊 刚刚我发现这几个兵确实好像就掉水里去了 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我们要杜绝这种事情发生 对不对 好 这一次啊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排队枪毙 啊 精准的排队枪毙 准备 第二发骑射 三 二 一 干掉他们大多数人 哎 两个船长还在 海盗女皇也还在 你们这什么战斗力啊 好 他们的船长炸死了自己人啊 不是女皇炸死了自己人啊 行吧 游戏结束 这个女皇根本别想过来 看到了吧 我们这么多支枪 大人时代变了 海盗时代变了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你们海盗盛行 海盗猖獗的时候了 对吧 联合国都已经成立了 我们下期见